我們現在來蓋房子 那我要往上蓋對不對 我們剛剛牆壁哥還記不記得預設多高 250公分有沒有 厚度14公分嘛 所以怎麼蓋房子 老實講第一次要往上蓋的時候 你通常有時候找不到那個選單在哪裡 但是當你增加了一層之後 你要找變得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 首先呢你可以在哪邊呢 你可以在我們2D的圖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鍵你會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做增加樓層 跟在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這是就是在滑鼠右鍵 那麼如果你要找選單 你找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平面圖 平面圖 有沒有也是一樣 找到那個增加樓層 跟在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一定有不一樣才會變兩個嘛 下面這個簡而言之叫樓中樓 我把它稱作樓中樓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那上面那個就是往上蓋上去 那你可以先點看看增加樓層 各位有沒有感覺 以後要再增加好像變比較簡單了 當你增加一層之後 這裡有沒有多一個 2D的上面是不是多了這個 樓層0就是我們講的1樓 樓層1就是2樓 因為法國的好像跟我們講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講1樓是直接就1 然後2就2 他們是從0開始算 所以如果你要再增加 你就再按一下 是不是下一個樓層就增加出來了 那你點到哪一個樓層 就是編輯哪一個樓層 所以今天如果你點到2樓 樓層1 有沒有發現 我在這邊下面看起來就灰灰的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下面1樓的 所以你不能在2樓去編輯1樓的東西 這樣清楚 那你說老師 那我旁邊這個樹怎麼看得到 還可以點 你不要忘記 樹的高度比1樓還高 所以如果那個模型高度超過一個樓層的高度 你在別的樓層才會看到它 這樣沒了解 所以我點到1樓 有沒有發現 我就可以編輯這邊 才可以回來 那我在這裡的話 現在下面這個是空的 也就是說我只能看 不能改 那如果你要比較快的方式 我們一般來講 樓下跟樓上格局是差不多 所以你如果偷懶 可以下面複製起來 有沒有 但是我如果框太多 是會一併框到 比如說那個地板 前面那個草皮會一起框到 你可以按Shift 因為Shift是加選也是簡選 比如說我這邊 我這樣有沒有多選到一個 所以我再按住Shift 有沒有這一塊又剪掉了 我用這個 這個來講 點到它 有沒有這樣選到 我現在按住Shift 再點到它 有沒有變簡選 這樣知道意思齁 好我就Ctrl加C 點到這個樓層 Ctrl加V 各位 我們一般 在貼上的時候 如果你在其他軟體 可能都是中央貼上 那麼我們在使用3D 它會在原地貼上 所以你Ctrl加V貼進來的時候 你原本在哪裡 就貼在那裡 所以它不會動 那各位恭喜你二樓蓋好了 有沒有感覺多了一層樓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我們還需要多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樣走出去 每次都要到樓下撿小孩 很辛苦 對不對 第二個 你們家有沒有樓梯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樓梯解決一下 好不好 你看一下我們的類別 我們類別裡面有一個樓梯 樓梯樓梯 有看到了齁 這個類別 跟我們剛剛門跟窗很像 你記不記得我們門跟窗 碰到什麼會打洞 碰到牆壁會打洞對不對 樓梯呢 樓梯碰到地板會打洞 但是各位要留意一下 請問樓梯要放在幾樓 是要放在一樓 放在二樓是要往三樓走嗎 所以要放對 好我現在回到一樓 那我就找樓梯樓梯 他樓梯有很多種 所以你可以看你需要哪一種 那我就把它丟過去 其實老實講樓梯是最佔空間的 那我就丟過來 所以如果你家不夠大的話 那個樓梯 老實說還蠻麻煩的 好他會自動把你轉方向 好這樣子 你看一樓有沒有一個樓梯走上來了 那我們到二樓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自動打洞 對不對 自動打洞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扶手的方向好像不太對 好那怎麼辦 點兩下 點兩下 因為這樣還是要到樓下撿小孩啊 還是不好對不對 點兩下 有嗎 沒有啊 你這裡 用旋轉的可以嗎 不行 這樣是方向就變了 雖然是點兩下沒有錯啦 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叫做 近向 像照鏡子一樣 對不對 他不是那個旋轉的 按下確定 有沒有顛倒過來 左邊跟右邊顛倒 像照鏡子啊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如果你方向錯 你可以試看看這樣子 好 那我們解決了 一件事情就是樓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前面的樓台可以怎樣 三條 三條 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增加地板 不是 我們先增加牆壁好了 那 使用3D的牆壁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可以做彎曲 我們剛剛講的 地板啊 牆壁不是都多邊形嗎 可是 牆壁本身是可以有彎曲的 但是地板沒有 所以我先用牆壁喔 來 你看一下 用牆壁這個工具 好 我就從這邊幫他加一個陽台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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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裡 到這邊我就結束 咚咚 好 這樣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高度了 可是 這個下面還是空的 好 下面還是空的 那怎麼辦呢 來 我先回到我的箭頭工具 你這樣 記得要調整 要回到箭頭嘛 回到這裡 我先把他的高度 先稍微調低一點點 好 兜兜 我們不是250公分嘛 但是陽台應該不用那麼高吧 也是差不多120就好了 好 我把它稍微設低一點點 設低 好 這樣也比較少了 但是你看喔 我針對 這個牆壁 因為我現在有點彎彎的 這個燈我照一旁邊 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 這樣的符號 有沒有 牆壁的前面不是有這個符號嗎 按著它 奔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被彎曲的 耐落 各位 看你啊 有這個符號 牆壁都會有這個符號 中間 四邊把它捧起來 不斷下去 所以牆壁它有這種特性 這樣的特性 好 那你如果要指定角度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囉 點兩下 各位 剛剛你們在設定牆壁的高度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虎角 就是這裡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指定角度 比如說你是負45度 就凸出去45度 所以 這樣就很精準 這樣了解 那地板怎麼辦 剛剛說地板不能那個 地板不能變弧形 不會怎麼樣 沒關係 因為 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 變成一個封閉的空間 你還記得我們剛剛有用過 多多兩下那一種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切換到地板的工具 地板的工具 在這個裡面 多多 有沒有 自動就做好了 所以 在蘇用3D的官方網站的 那個展示頁面 它建議你 大部分是先從牆壁開始做 可是這不是絕對啦 看你的需求 因為它有這種特性 事實上它為什麼會變成圓的 因為它有很多點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很多點 圓就是有很多的點 逼近之後就變成圓 它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只是 層次自動產生相對比較方便 你了解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小技巧 如果說你覺得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這樣去使用 你在建很多 那個比較特殊造型的時候 就會快很多 好 這樣會不會OK 這樣會不會往上蓋了 各位有沒有急著要回去 如果沒有急著借我五分鐘 我把地下室也跟你講一下 地下室怎麼做 跟剛剛很像 在這裡 你看在這邊有沒有 我也在增加一個樓層 按下去 可是它預設是往上蓋啊 我現在往下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標籤上面點兩下 抖抖 抖抖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最好方塊跑出來了 我們先看它的原本的內容 你看喔 樓層裡就是我們講的一樓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高層 這裡有個樓高 也就是我們每一層樓高 都是250多公分 可是呢 重點在高層 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高層才能夠決定一切 對不對 對 高層負責的 所以你看一下這一塊 一樓有沒有從地面0公分 開始往上蓋 往上蓋是不是250公分 加上樓板的厚度是12公分 所以二樓會從哪裡蓋 是262公分在往上蓋 這樣你知道的 挖地下室要怎麼樣 都會聰明 所以我現在呢 在三樓 就是樓層2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高層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負的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地下室通常是挖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往下挖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就看你們 比如說你 壓著負樑待我 有沒有發現 不是這裡改地下室就會變地下室 好嗎 哈哈哈哈 重點是高層 有沒有 他會自己掉下來 那改這裡 不過是正名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改成地下室 這樣了解的 OK 所以按確定 他是掉到下面來了 那你在這裡做的 就是在我們下面 你看我們回到玉樓 回到這裡 那我剛剛講 不是有游泳池要放地下室嗎 我們去找一下 一直想讓各位住豪宅 有沒有 在這邊 這邊 近了沒有 你看 我把這個放在地下室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高度 所以把它拿出來 我稍微放外面一點 好 出來了 現在這裡有了 這裡有了 來我回到一樓 有沒有感覺你們家旁邊 有一個游泳池跑出來了 可是這個樓高還不夠高 為什麼 因為這個游泳池比較深 我剛剛只是250 可是它因為這個呢 還有加上這個把手 有沒有 下那個樓梯啊 所以它比較高 所以我必須要再把它挖深一點 地下室我再咚咚 我大概好像要付到320左右吧 有沒有比較下去 有 有齁 對對對 會陷下去 那如果說你們家比較豪華一點 你可以用那個 那個升降式的游泳池 有沒有 撲起來 阿嬤會先把它吞下去 哈哈哈哈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要玩地下室了吧 因為你有一個擺放的空間 它那個才可以 你如果是直接壓扁了 很抱歉 你那個扶梯也會變扁了 就是一個平面而已 跟我們那個草皮意思一樣 阿這樣才是正正立體的 然後小朋友就很喜歡在裡面放著 你知道嗎 他們就很喜歡在裡面放著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然後又喜歡沉下去有沒有 這個 這個 喔 這個 因為 如果他已經在這邊不行 我要到地下室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已經到0 懸空高度不能再低下去 但是我在地下室可以浮上來 這樣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是小朋友很厲害的地方 他們就喜歡這樣用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啦 所以我們從往上往下是不是都有了 那你點到哪一個樓層 就是邊境那幾個樓層以下的 那個樓層以下的 如果你想要全部都看到 比如說我現在在地下室 我可不可以全部樓層都看到 當然可以 但是你要在下面改 在這個地方 在3D這裡 按滑鼠的右邊 有一個 有沒有顯示所有樓層 這樣子不管你在哪裡看 在2樓 在1樓 在地下室 有沒有全部都看到 可是一般我們在編輯狀態下 並不希望這樣 為什麼 我如果要編輯1樓 這樣不是被2樓擋住了嗎 所以通常 就是只有你在比較特殊情況下 我們才會希望說顯示所有樓層 不然的話就是那個樓層以下 我去編輯就好 這樣會比較方便 好 那最後當然各位你的專案 拿到記得儲存 在哪裡 在左手邊這裡 專案檔 有沒有儲存或另存 那如果你的檔案 尤其模型特別多 你可以考慮 存檔的時候順便壓縮一下 這樣可以讓你檔案變得比較小 可是缺點是什麼 下次檔案的時候 因為它會擠壓縮 所以開啟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可是檔案會變比較小 所以這就看你自己決定 這樣了解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用免安裝版的 記得下次就要從這邊 軟體打開開啟就擋 不能直接抖抖兩下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今天大致上時間就等到這裡 不然有人要下班不能回家 但是你會發現 隨用3D好不好玩 很簡單嘛 對不對 可是它就看你的創意在哪裡 那我們還是強調一下 它最弱的功能就是做模型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你還需要更多模型的 請你到我這個隨用3D的這個網站 教學網站 你找到這邊 有沒有免費的3D模型跟材質 你從這裡 因為各位很幸運的是 現在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型 可以下載 那我必須跟各位講 相容性最高的就是我們 剛剛離開的那位同學學的SketchHub 因為它的相容性幾乎是90%到95%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你找到了之後 就是下載一下就可以用 就可以匯進去 雖然我今天沒有講到什麼匯入 但是你可以參考 那如果說呢 你還想要找更多 尤其有些男生 他想要找一些什麼車子 或者是更多的模型 你可以找第二個 這個Archus 3D也是網路上非常著名的 免費3D模型 但是呢 他上面的有更多接近 我們現實生活裡面的那種材質 所以 這個上面會更多 當然不可否認的 他的相容性 沒有像我們那個SketchHub 那個全球的使用者 那麼多 那 這個網站呢 我建議你可以翻譯一下 因為你翻譯一下之後 你會看得更懂 你看我把它翻掉 明白 有沒有 床啊 燈具啊 那這些都是非常接近 我們現實生活裡面 那一樣可以下載 可是相容性 可能就沒有像 我前面講的SketchHub 那個那麼多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去看一下 我的那個網站上 都有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文章介紹一下 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匯進來 參考看看 OK 那我們今天就只能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